若玉的真心就是戴紧密,如同戴自己一般好,只是有网友说道,若玉爱紧密,但又虚假成分在里面,因此,若玉对紧密的爱不是真心的,这些依据足以表明真在言受,虽然说它是用来监视紧密的,但是事实上在送掉以后就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了,不说紧密没什么好监视的。 就说它从来不可能和紧密见虚凤,虚凤会吃醋,它只会吃梦,监视的都是它梦里假的或幻想的,这点只能说明紧密的心里到底有谁,喜欢的是谁,若玉的龙林,为了保护紧密,护心龙林,重要性不言而喻,紧密对若玉来说,除了自己的牵牙位置高,那就是紧密在若玉的心里占出的位置了,若玉设置彩虹桥, 为了讨紧密欢心,追起礼物,可惜只有它才会去看,那彩虹桥只不过对紧密来说,就是新鲜意识罢了,紧密在人间历劫,若玉在人间救紧密一次,灭灵剑,护紧密,穷其大善救紧密,因紧密分心,受伤,在天后手下救紧密,被红莲结火所伤, 若玉夺此书灵力给紧密,紧密晕倒书灵力,受伤书灵力,伤心书灵力,紧密求答,书一半寿命,从以上就可以看出,若玉为紧密付出的也不少。 但为什么会有网友说到,若玉并没有为紧密做什么呢? 说若玉是爱情骗子,这是若玉追女孩的套路,其实不然,说紧密喜欢自己,给老丈人好印象,让紧密因坤约在自己身边,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让紧密感动,日久生情,修复允丹,给紧密爱上自己的机会,以天的晚说好感。 这点有网友就不理解了,因为真心喜欢艺人,会心甘情愿的问另一个人做任何事情的,人家乐玉是真诚付出的,并不带虚假成分。 小编认为,真真假假,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,乐玉对紧密是感情是真的假不了,假都真不了,为此,爸爸们认为乐玉对紧密,是真心,还是为了自己呢?